第四届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 第七届闽台食品交易会 继首届线上食交会于7月20号至22号在福建近江举办 吸引了包括62家台企在内的海内外693家企业参展 是今年疫情期间如期举办的国内第一个食品专业展会 深耕大陆市场十几年 已连续四年参加食交会的台企太祖食品总经理蔡景德告诉记者 今年疫情对企业影响很大 让他想起了当年的SARS 当时的金门几乎成了一片孤岛 也是因为SARS让他们下定了来大陆创业发展的决心 在他看来 疫情带来了挑战 也逼着企业转型 是一次危机 更是一个契机 我们在整个从2月17号开工以来 不断的在销售模式不断的在做改变跟调整 包括我们自己小程序商城的开发 包括我们线上旗舰链的开展 虽然经过这几个月的不断调整 不断的学习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慢慢有在整个销售 多年来 汇聚两岸食品行业最新动态 技术 潮流的市交汇 已成为引领休闲食品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为来自两岸 乃至世界各地的客商提供国际性 专业化食品产业对接平台 为了吸引更多客商 餐展企业花样百出 台企为王食品 把厨房 直播间都搬进展位 负责人林大卫更是亲自下厨 希望客户能闻香而来 现在疫情比较回稳 所以说在展会 难得的机会 就赶快来这边做现场的一个推广 因为疫情对我们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线下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所以现在比较活络 都是属于电商 带货这样的一个市场 确实影响很大 林大卫表示 这次食交汇不仅是企业战役后展示创新研发成果的新舞台 也是两岸食品行业布局发力线上市场的新起点 字幕 李宗盛陀佛 字幕 李宗盛